每逢油站減價就大排長龍 香港的油價有多不合理 看看消衛會最新發表的 車用燃油價格監察報告就知道 報告說過去一年國際原油價格下跌 車用汽油排價雖然沒有加多 但就繼續減少 即是油價跌時 油公司只是減少少 一般來說當那個布林燃油價格 和油排價變動的日渠 一般來說就是3天或7至8天就會加價 但如果減價就沒有必然的關係 即是國際油價怎樣改的時候 就和減價的規律沒有既定規律 消衛會說國際原油價格 由2014年7月的每公升港幣5個多 下降至今年3月 每公升不用2元 跌幅超過六成 不過汽車排價 和國際原油價格的平均差距就越拉越大 由2013年上半年的每公升5個多 增加至去年第四季的6個多 即是油價減少 消衛會估計 由於油公司其他成本沒有顯著增加 有機會因此而賺得更盡 至於推陳出身的優惠 亦都不一定有好處 在油會一公有的時候 過往因為油價比較貴了 所以就算你的折扣低一些 折扣少了 所以你可以省到的錢 其實就是多一些 但因為現在我們會一星有的價錢便便宜了 而在過去幾年 香港五間油公司近八成日子的汽油排價 完全一樣 消衛會期望競爭事務委員會深入分析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